CY未上場有兩段說話令香港人很害怕 如果你通過不了我最新的職位的話 大家繼續蹲街上不到樓 我真的想問 通過了之後可以三年來讓我上樓 如果不是這樣 老友 政府幫私人屋宇買樓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陳方安生也回應過 以現時政府的制度是否處理不了 要加這麼多才行 我們打個問號 好像有一點恐嚇性 第二個恐嚇性就是 拉布戰術這樣下去 坦亂的社會 坦亂的 你兩個說得很對的 這是梁振英的語言技巧 語言技巧就是他現在看得出了 他是不斷用同客式的語言 這件事情可能會有效的 對一幫保守派的市民來說 因為你知道 任何社會我們都之前講過 都是以保守為主的 那麼激進一定是在鞭皮位的 所以我說 梁振英呢 比起曾蔭權高招之處在哪裡呢 曾蔭權因為一直高高在上 所以我不喜歡黃毓民 不代表我喜歡你曾蔭權 是的 對吧 通常兩個都不喜歡的 這樣 所以曾蔭權說什麼都好 是不會帶動到一幫保守派的市民是拜他的 但是梁振英不同啊 嘩 經常下區 然後又好像很有親和力 然後還講出你心裡面的重點是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香港有一幫保守派市民就覺得 拉布啊 不好啊 玩東西啊 什麼什麼啊 阻礙地球轉 你現在呢 梁振英就把這些市民拘捕下水 你如果覺得不對的話 開聲啊 開聲啊 剛才就是同一句說話 背景不同就說話 就是效果不同 如果他這番說話 在五星級酒店那裡說 那就沒什麼影響力了 但是現在你看整個背景 每一次的背景 都是一幫地區的市民在那裡做個背景 好像有一個很民意基礎的支持者 但是我告訴你 他說的話 跟茶餐廳的暗毛說話是沒有分別的 你剛才正在說 癱瘓香港社會的 這些就是暗毛說的話 即是沒有知識的人才會這麼說 怎麼癱瘓呢 你不要這樣說 暗毛沒有知識 暗毛的知識多厲害 我告訴你 問題是這樣的 問題是暗毛不懂得解釋 就是為什麼會癱瘓呢 直覺上 經驗上告訴他 不過現在剛才已經不是暗毛 他就告訴我 其實這句說話 香港社會是不會癱瘓到的 為什麼呢 香港整個社會的運作 你要知道立法會是做什麼呢 立法會做兩件事 通過法例 第二 撥款 這兩件事不代表現在 所謂拉布戰術 香港政府會沒有錢花 即是通過了就通過了 第二 香港社會是由一班公務員團隊 去按現有的法例去運作的 所以呢 所謂癱瘓社會這個說法 就是恐嚇 純粹是同客的政策 即是新的議題拿上立法會通過 就有機會被癱瘓 但已經被疼瘓了 社會不會癱瘓 是不會的 那些法例就是 然後社會是不會癱瘓的 你要搞清楚這個概念 立法局這樣被拉布戰術 癱瘓是不是會叫癱瘓 又不是 只不過你開會時間長了 即是等於現在你33天在那裡開 那議員應該要開的 應該盡這個能力開的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CY有一個問題 提出各位選民應該留意 今次提出拉布這班議員 你應該用你的選票 表達你的聲音 為何又不表達一下 對現在立法局 經常都不去開會 我覺得立法局議員很有問題 究竟立法局議員 是不是需要一個出席率 即在會議裡面 沒有要求的 不夠的話應該下一屆 是不能參選 這樣才對 那一批在閉眼睡 上來開會看電視劇集 那一批我們能看到的 那一批應該不要選他 講出來的重點 你一搞什麼那個替補機制 替補機制是辭職 你又不讓他選 那些人不來開會 或者來開會 心裡不在 那你又不讓他下屆再選 第二 這班立法局議員是80後 他一邊開會 他一邊看電視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他一邊都是multi task 他的功能很厲害 但是你這批不是 是不是 那我就覺得 這批是否應該都沒有選 梁振英 除了他出同客的語言技巧之外 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雖然我也知道 梁朝已經開始了 但是從道理上說 你不應該說拉布 為什麼 現在的CEO正在管 現界 現界 現界正在管 你說不了話 說真的 企業管理當中也是 不是的 譬如我接下來做某間公司的CEO 員工來問我 現在的問題 我都說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問我的意見 還有你7月1日已經上任 新一屆立法局選舉 是7月1日以後的事情 是的 你到時說 都是回應得次 現界的拉布關你什麼事 真的好這麼說 真的9月這個立法會 就已經又要再重新選舉 所以我覺得 這個呢 還有一件事情 反映出梁振英是什麼 他那個所謂強硬作風 現在他還沒上任做特首 只是後任 你看到他講話的風格已經是這樣 你想想他如果做了特首那怎麼辦 這件事情我們又要想想 他那種強悍性格 就說我都未是坐正 就已經當自己坐正 你會看得到的 如果他穿着襯衫 我看到一個暗號 他穿襯衫打了梯的時候 他不是很會回答 但當他一穿T恤落區的時候 他講話比較強悍 下一次如果他穿背心型的底衫 大家一定要小心